在做完了两件事情之后,扣顿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扣顿离世后,宋朝官方和民间都给出了评价, 人们会如何评价这位大宋朝最具传奇色彩的遗憾名相? 在他身上,为什么会有着如此多的奇迹发生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 唯一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先出示文化恨深厚名。 在梅州 扣顿遇到一个报复定位的绝佳机会, 然而,他却让这个机会擦肩而过。 几度幻海沉浮,经历无尽沧桑, 扣顿早已看淡了人世间的起起落落,恩怨情仇。 公元1023年, 62岁的扣顿最终克死雷州, 一个离大海只有十里的地方。 扣顿遇到一身大气大气大气充满传奇, 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如此多的不可思议。 为什么一个官朝令备能多次登上一个王朝的高位, 一个一心畏国的大中之臣, 为何会给后人留下种种非议? 历史最终又会给扣顿一个怎样的评价? 北京大学赵敬梅副教授和您一起走进大宋初期的那段曲折多变的历史当中,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千秋是维花扣准之, 生前身后名。 在公元的1019年, 扣准第二次败相, 眼看着他就要成为新皇帝的监护人, 崇尚自己政治的最高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被罢免了宰相, 并且接下来就遭到了连续的贬折, 直到被贬到最为荒难的岭南的雷州。 扣准的人生在短时间之内, 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 如果换到一个普通的人, 那么可能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了。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那些非常简单的记载去体会扣准的内心, 就会发现被贬之后的扣准的人生反而透出一种参悟, 一种豁达。 扣准并没有纠结在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之中不能自拔, 相反的他晚年的贬折生活到呈现出一种非常平静安详的感觉, 摆脱了城市的繁华, 也摆脱了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扣准在他的贬折地给自己营造了一方乐土。 在这里他读经, 读儒家的经典, 也读佛家的经典, 他有朋友来来往往谈笑风生, 他过上了一种非常安详, 非常可以说是相当美好, 相当简单的生活。 表面上看他是处在人生的低谷,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他的内心就会发现, 他应当是更上层楼, 进入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我们从一个势力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 这件事情就是他怎样对待他从前的最大的敌人丁卫。 丁卫是谁呢? 丁卫可以说是扣准晚年最危险, 也是最执着的敌人。 丁卫把扣准搬下了台, 然后在25天之内, 他曾经把扣准连扁了三次, 这是在真宗去世之前, 真宗去世才十天, 他就又把扣准贬了第四次, 把扣准贬到了雷州。 丁卫对扣准可以说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但是丁卫肯定没有想到, 就在三个月之后, 他自己也被赶下台, 也被贬折了, 而且丁卫要去的这个地方, 比雷州还远, 在海南岛上, 真到了天涯海角到雅州去, 把丁卫搬倒的就是曾经的刘皇后, 现在的摄政刘太后, 那么还有扣准的学生王增, 在对待扣准的问题上, 丁卫曾经跟刘皇后结盟, 这两个人同盟把扣准扳倒了, 但是在仁宗即位之后, 丁卫却开始渐渐地做大, 自高自大, 他根本就不把刘皇后放在眼里, 我想他是跟扣准一样, 犯了一个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打心眼里没把刘皇后这个女人放在眼里, 心里想的是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侍太后又能怎么样, 她能怎么样, 于是丁卫就在仁宗即位之后变得越来越跋扈, 越来越骄横, 就让刘皇后感到非常的不爽, 后来有一次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最终的让刘皇后抓到了辫子, 什么事情呢, 就是跟丁卫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大宦官, 雷允公奉命去督造真宗的灵寝, 雷允公到那一看呢, 当时旁边有一个算命的专家就跟他说了, 说真宗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墓穴, 灵穴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不够好, 这个地方不宜子孙, 这不好那儿好, 另外一个地方好, 那个地方宜子孙, 那雷允公一听, 就立刻做了一个决定了, 那就移吧, 于是雷允公就擅作主张, 把真宗的灵穴的位置给改变了, 结果就挖, 在那个新位置上挖, 挖着挖着就挖到了石头, 等把石头挖完了就开始出水, 挖不下去了, 于是雷允公就犯了大罪了, 擅自移动皇帝的灵穴, 并且导致了真宗的灵穴施工脱漆, 你不能让皇帝及时的入土为安, 你这安的什么心呢? 在这个时候, 扣准的学生王增就立刻跳出来, 调查此事, 并且呢, 告了雷允公和丁卫遗壮, 雷允公的罪名是非常昭彰的, 立刻呢, 雷允公就被处死了, 丁卫的错误性质, 真实的错误性质, 就是未能及时制止, 但是刘皇后本来就对丁卫极度的不满, 那这个时候正好抓到了机会, 可以整一整丁卫, 哪里还会再问个究竟, 于是刘皇后和王增和立, 就把丁卫赶下了台, 并且要赶到海南岛上的崖州去, 到崖州去, 是一定要从雷州过的, 丁卫被流放, 一定要从寇准的家门口过, 丁卫被流放的消息, 早早的就有人告知了寇准, 大家都在看, 看寇准会怎么样处理这个丁卫, 寇准得到消息之后, 首先就派人到镜上去, 送了一只蒸羊给丁卫, 这显然就是要让丁卫保重身体, 我猜想寇家送羊的这个仆人可能会说, 说您这么大年纪也快六十岁了, 翻山越岭的不容易, 想当年我们寇相公也吃过这个苦, 这只羊给您补补身子, 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其实丁卫被扳倒, 整个开封政坛都在庆祝啊, 这是一个奸臣被扳倒了, 所以丁卫被扳倒比扣准被扳倒, 那个情形是要更惨的, 在最惨境之中, 竟然还有人记得自己, 而且这个人就是自己想要整死的那个扣准, 丁卫那个时候的感情, 我想可能只能用五位杂臣百杆交集来形容, 丁卫提出来他想要见见扣准, 但是扣准拒绝了, 他不想见丁卫, 在扣准家里这边呢, 扣家的仆人们可都是摩拳擦掌, 一心想要去杀了丁卫, 替扣相公抱着一见之仇, 那扣准怎么办呢, 是放任他的仆人去吗, 没有, 扣准呢就让人在家里头, 摆出了一张大桌子, 然后在这个桌子上啊, 铺满了各种赌博用品, 把所有的仆人都叫来, 让大家在这个桌边坐下, 赌, 随便赌, 扣准在自己家里放赌, 然后他自己呢, 就拿了一把躺椅坐在旁边, 歪着笑微微的看着大家赌钱, 把大门锁上谁也不准出去, 那么直到丁卫过境之后, 扣准才下令打开大门, 丁卫害扣准, 那是必制止死地而后快的, 但是当扣准有机会报仇的时候, 他却选择了这样一种做法, 这就是扣准的磊落大度和善良, 扣准对于丁卫过境事件的处理, 我以为漂亮, 从头到尾都透着一种大写意的潇洒, 到了第二年, 扣准忽然就派人回他洛阳的老家去, 去取一件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 一件小东西, 一条腰带, 但是这条腰带可是有特殊的来历的, 想当年太宗皇帝得到了一枚非常珍贵的犀牛角, 太宗皇帝就命人命令能功巧将, 用这条犀牛角做了两条腰带, 其中的一条就给了扣准, 这是扣准最心爱的腰带, 因为这是太宗皇帝赏赐给他的, 而太宗皇帝就是那个最初赏识他提拔他的人, 这条腰带取回来之后没有几天, 扣准忽然就早晨起来就焚香沐浴更衣, 然后呢穿戴好了官服之后, 就系上了这条腰带, 吩咐仆人把床铺铺好, 床铺铺铺好了之后呢, 扣准就躺上去稳稳地睡好, 从此就永远地睡着了, 这一天呢就是仁宗的天圣元年, 也就是1023年的润九月初期。 大宋王朝最有才华, 最有风度的一代人像就这样走了, 在抵挡起伏的政治生涯中, 扣准辅佐了两代郡主, 他的一身光明磊落, 在他心中, 只有国家没有个人, 每当国家危难之际, 就会出现他力挽狂澜的身影, 禅渊定侧, 扣准的功绩更是标顶实色, 然而, 他的另类和大宗, 却让他极度幻海沉沉, 最终落得客资他乡的凄凉结局, 那么扣准去世之后,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信人对这位曾经的寇宰相, 又是怎样看待的呢? 扣准去世之后, 他的夫人宋氏向朝廷请求, 要把扣准的灵鹫, 从雷州运回洛阳老家来, 要跟扣准的父亲母亲合葬在一起, 这个时候, 其实朝廷上对待扣准的评价, 已经有一定的松动了, 在扣准去世之前, 在王增的运动之下, 刘皇后已经答应, 让扣准回到更为内地一点的恒州, 但是这个调令呢, 扣准没有接到就去世了, 扣准去世之后, 他夫人请求把灵鹫运回来, 朝廷也就答应了, 于是就在这年冬天呢, 扣准的灵鹫就从雷州, 要运回到他洛阳的老家来, 扣准的灵鹫走到荆州的公安县,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公安县的时候, 荆州的老百姓得到消息之后, 都身穿素服, 俯老邪幼, 赶到官道的两旁, 富裕的人家就摆出了香案, 摆上了香烛, 果酒, 送上他们的一份心意, 稍微穷一点的人家呢, 摆不起香案, 就按照当地的习俗, 砍下了很多竹子, 然后把这些竹子一截一截的就插在路边, 在竹子上面挂满了纸钱, 寄托他们的哀思, 扣准的灵车过处啊, 人们哭成一片, 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送别, 没有政府发动, 没有任何人组织, 但是井然有序, 荆州的老百姓就用这样一种自发的质朴的方式, 给了他们心目当中的扣成像, 最高的礼遇, 扣准的灵车走过了之后, 那些竹子呢, 就被随随便便的丢弃在道路的两旁了, 大家都没有想到, 到了第二年春天, 道路的两旁啊, 就长起了郁郁葱葱的竹林, 大家都觉得, 这是寇丞相, 在天有灵, 护佑众生, 他的恩责不仅急于老百姓, 还急于这些竹子了, 于是大家当地人就叫这片竹林, 叫相公竹, 后来呢, 人们又在这路边呢, 修了祠堂, 来供奉扣准, 当地人有什么灾啊, 有什么病啊, 就都会到这个祠堂里边祈祷, 而且据说这个祠堂非常的灵,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政治人物, 他们的评价标准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客观, 非常的直谱, 扣准为国家做了大事, 想当年他缠冤定策, 结束了宋和契丹两国之间长期的战争状态, 给国家带来了和平, 那他就是一个好宰相, 他在位置上的时候, 能想着老百姓, 他就是一个好宰相, 对于扣准的评价, 官方的反应相比之下, 就要慢得多, 官方的反应为什么慢, 官方也知道扣准是冤枉的, 但是他的反应很慢,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有着盘根错节的各种各样的利益, 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纠结在一起, 直接导致扣准晚年被贬的是谁啊, 两个人, 一个是丁卫, 这个已经下去了, 对吧, 但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刘皇后现在的刘太后啊, 只要刘太后在台上, 还喘着气呢, 还长着拳呢, 那么扣准那就是不可能真正平反的, 就在扣准克斯雷州将近十年之后, 在宋仁宗的明道二年, 也就是1033年的三月, 仁宗才发布诏书, 恢复了扣准的太子太父的官衔和来国公的风格, 仁宗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 给扣准官复原职呢? 很简单, 刘太后呀, 快不行了, 跟扣准同时官复原职的, 还有大宦官周怀正, 还有扣准曾经的正敌曹立用, 甚至扣准的大敌丁卫, 这一批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政见其实不同, 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 他们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但是这些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点呢? 就是他们都是刘皇后在通向权力最高峰的路上的手下败将, 刘皇后啊,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顽强的四川女人, 那么她曾经是卑微的歌女, 还结过婚, 但是后来竟然就一路过关斩将, 杀伐无数, 当上了皇后, 最终当上了摄政皇太后, 她这一路走来, 艰辛很多, 但是杀伐也太过重, 那么现在呢, 真宗已经去世十一年, 扣准也去世十年多了, 这时候刘皇后呢, 也病入膏肓, 快要不行了, 她躺在床上, 非常不甘心, 因为她就要失去生命, 也要失去权力了, 她很不甘心, 躺在床上, 在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在这个时候, 她的儿子仁宗就发布了这样一道, 给她从前的那些政敌, 官复原职的命令, 目的就是为了, 为刘皇后起伏, 但是这样一道起伏的政令, 显然发布的太晚了, 不管用了, 四天之后, 刘皇后就去世了, 作为宋朝第一个摄政皇太后, 刘皇后在历史上的评价是相当不低的, 真宗晚年干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搞天书崇拜运动, 这件事情让当时作为宰相的王诞, 一直心里都很不安, 想要扭转, 可是没有办法, 那么后来扣准上台之后, 也曾经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想要结束天书崇拜运动, 但是真正埋葬了天书崇拜运动的, 给天书崇拜运动真正画上了句号的, 却是刘皇后, 在真宗下葬的时候, 刘皇后下令把那些天书跟真宗一并埋了, 后来, 玉清赵颖宫遭了大火, 毁坏非常厉害, 也是刘皇后最终决定不再休了, 刘皇后以身作则, 带领宫廷带头, 过起了相对简朴的生活, 所以说, 当刘皇后去世的时候, 我们应当说宋朝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女政治家, 扣准晚期政坛的两个最大敌人, 因为被贬, 刘皇后离世, 故去多年的扣准, 终于迎来了平反昭雪的机会, 那么对于这个曾经为大宋立下过大功的一代影响, 宋朝官方会给出怎样的评判, 后世人又是如何评价扣准的呢? 1035年的7月, 仁宗下诏给扣准定氏, 就是给扣准了一个氏号, 这个氏号就叫做忠敏, 那么忠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释法, 临焕不忘国, 约忠, 也就是说不顾个人安危, 始终把大宋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 这叫做忠, 推贤进城, 约忠, 对皇帝, 对朝廷, 对百姓, 进了100%的忠诚, 进了100%的力量, 这叫做忠, 连功方正, 约忠, 一心为功, 刚直不恶, 这叫做忠, 所有这些条件, 扣准都完全符合, 他是一个大忠之称, 他完全对得起忠这个字, 这是忠, 那么敏呢, 敏是什么意思? 根据释法, 在国逢难约敏, 这就等于承认, 扣准晚年所遭受的, 都是不公正的待遇, 忠敏可以说是宋朝官方, 对扣准最简练的一个评语, 对于扣准的家人朋友, 和他政治上的后辈, 这个评语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老百姓, 这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但是我想对于, 已经去世的扣准本人, 这个评价的意义不大, 为什么? 因为他的禅渊定策之功, 那是不需要官方来评价的, 禅渊定策的意义标秉史册, 历锤丸石方逢玉, 近波寒沙史建金, 岁月就像是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 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在这条河流里边, 被淘洗, 被磨, 被打磨, 那么经过打磨之后呢, 很多曾经跋扈一时, 飞扬跋扈为谁熊的, 不管是帝王将相也好, 大英雄也好, 那么都被大家忘记了, 而扣准, 他的光彩就随着岁月的醒磨, 变得越来越鲜明, 在不同的时代, 人们对于他的禅渊定策之功, 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在扣准死去刚刚二三十年之后, 他在政治上的后辈, 范仲淹曾经这样评价, 扣准的禅渊定策, 范仲淹说, 扣准是能左右天子, 如山不动, 却容顶以宝宗舍, 天下位之大中, 范仲淹的重点, 是赞美扣准在清征路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以及贯穿在这勇气之下的, 对于宋朝江山设计的大中, 另一位北宋的名臣, 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年轻的时候, 曾经奉命初始, 范丹在路过禅州的时候, 曾经写诗赞美扣准, 他说, 欢盟以此至今日, 丞相来宫功定一, 欢盟从那个时候起, 一直延续到今日, 这其中谁的功劳最大呢? 那当然是扣准扣来宫, 又过了几十年, 比扣准晚生了将近一百年的官员陈冠, 这样评价扣准的禅渊定策之功, 他把扣准的禅渊定策, 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他说, 当时如无扣准, 天下分为南北,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没有扣准的话, 宋朝可能早就已经退出了黄河流域, 天下就已经分为南北了, 这个话说得非常大胆, 他用的是假设的方式, 历史没有假设, 但是历史却有后来啊, 陈冠死于公元的一一二四年, 到了公元的一一二七年, 也就是三年之后, 那么宋高宗赵构, 就在金人的一路追赶之下, 不断的向南逃, 而在他的身后, 那真是山河陷落呀, 很快的, 天下就分为南北了, 历史真的用一种极其悲凉的方式, 论证了寇准禅冤定策的功劳, 扣准的一生充满传奇, 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和那个时代几乎格格互渡, 有着泰图的另类作风, 那么扣准的另类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对于他的另类以及后人的非议, 赵东北老师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扣准的作风另类, 我们前边举过很多例子, 在这儿我们再简单的提议一下, 首先呢, 他工作作风非常硬, 他曾经让最赏识提拔他的太宗皇帝, 几次大为光火, 而且比他小六岁的真宗皇帝, 每次想要用他做宰相的时候, 心里头都先打鼓, 而且要先找一个得高望重之人, 来镇着扣准, 来给自己跟扣准之间充当桥梁, 充当沟通的桥梁, 他作风很硬, 还有呢, 就是这个人呢, 好像非常喜欢挑刺儿, 谁的意见他都提, 哪怕是对他有推荐之功, 对他有恩的人, 只要犯了错误, 他也会毫不留情的指出来, 还有呢, 就是这个人生活作风非常的高调, 比方说, 扣准走到哪儿, 他们家照明, 从来是不点油灯的, 只点蜡烛, 所以扣准在一个地方当过官之后, 那么他走了这个地方啊, 官崖里边就会留下来一大堆一大堆的蜡烛油, 关于油灯和蜡烛都是照明用具, 对不对,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知道它的区别, 那我们就举一个别的例子, 奔驰车和下历车, 这都是可以代步的, 但是他们的价钱就差那么多, 蜡烛和油灯在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差价, 扣准被认为生活作风奢侈, 那么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解答为什么扣准会如此另类, 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他敢这么做, 为什么, 我想原因, 从扣准身上去找的话就是说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他问心无愧, 我们就拿他喜欢点蜡烛, 所谓生活作风奢侈这一点来说吧, 他用的都是干干净净自己挣的俸禄钱, 这有什么错呀, 他只不过可能不太会过日子, 大手大脚的惯了, 他用自己挣的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其实跟其他人没关系, 今天我们普通人谈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 但是扣准第一他不是今天的人, 他是宋朝人, 第二呢, 他也不是普通人, 他是一个官员, 即使今天的一个官员, 他也要顾及他的形象, 而在当时, 特别是在太宗朝的时候, 是非常崇尚简朴的, 可是扣准就敢这么过了, 他觉得问心无愧, 反正这是我的钱, 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 家里头, 其实他死了之后, 家无余才, 他夫人把他的灵鹫, 从雷州运回洛阳老家去, 家里的钱据说是仅够支付这一趟的, 没有剩下钱, 那么第二点就是扣准, 他自己有大忠之心, 扣准的忠诚, 从来都不是对哪个皇帝个人的忠诚, 他的忠诚是对江山社稷的忠诚, 他自己有大忠之心在心里边, 所以他不怕别人怎么说, 不管是谁犯了错误, 只要他觉得不对, 只要他觉得不符合大宋的国家利益, 不符合他的原则, 那他都会提出来, 甭管是皇帝也好, 甭管是童年也好, 甭管是上级也好, 甭管是他的恩人也好, 他都会说, 这就是为什么, 从扣准的角度, 问心无愧, 大忠之臣, 所以有大忠才有大勇, 他横冲直撞, 什么叫做另类, 另类就是跟主流不一样, 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代的主流, 其实我们在前边也提到了很多, 比如说, 毕世安, 李汉, 王诞, 这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那么那个时代的主流的政治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两点, 第一呢就是低调沉稳, 非常的低调, 做任何事情都想着要突出皇帝, 收敛自己的光芒, 维护皇帝的权威, 低调, 这是第一点, 那么那个时代的主流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大度包容, 尽力维护统治阶级, 内部的和谐稳定, 团结底义, 原则什么的都可以放下, 正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特点是大度包容, 是低调沉稳, 所以他们才包容了扣准, 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就是毕世安了, 毕世安是真宗前邸, 就是真宗当皇帝之前的王府的旧人, 他非常受真宗的信任和倚重, 真宗担心自己压不住扣准, 于是他就请毕世安出来, 毕世安是在真宗那领了旨, 要镇着扣准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毕世安跟扣准之间的关系, 就会发现毕世安他自己在真宗那得到的信任, 他的能力, 他的关系, 他通通都没有白费, 一点都没有浪费, 都用来维护扣准了, 他非常尽心尽力的在帮助扣准, 比如说亲征这件事情, 真宗心里头是胆小的, 是不愿意去的, 而扣准呢, 一直在给真宗讲大道理, 说你该怎么怎么去, 如果你不去就是怎么怎么样, 对不起江山社稷, 对不起祖宗, 列祖列宗等等等等, 扣准讲的一直是大道理, 大道理有用吗, 对于一个胆小的人, 没用,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毕世安在旁边, 温言的劝慰真宗, 以一种更为和缓的姿态, 配合着扣准的话, 那么扣准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做成亲征的, 禅渊之盟之后, 扣准的威望达到顶峰, 那么也受到了妒忌, 那个时候有人诬告, 扣准谋反, 扣准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白口莫辩, 在那个时候又是毕世安, 毕世安那个时候都快死了, 身体极度的衰弱, 还是扶病站出来, 跟真宗表示, 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后来就干脆利落的处死了, 那个诬告之人, 抱全了扣准, 那个时代的典型的主流政治家, 好到极致就是毕世安这样的, 他不是最勇敢的, 也不是最能干的, 但他知道谁勇敢谁能干, 在关键时刻, 他能够让这个勇敢的人出来, 让这个能干的人上来干, 像毕世安, 王淡, 李翰, 他们知道扣准这个人, 在人际关系学上, 就是小学生的水平, 不行,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所有这些人, 这些主流的优秀的主流政治家, 他们都非常清楚扣准的价值, 有句话呀, 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 假定啊, 我们假定那个出口就真的在南墙之上, 那么王淡肯定不会拿头去撞的, 他怕疼, 但是扣准呢, 如果扣准认定了, 那出口就在南墙上, 扣准会去撞的, 他不怕疼, 他不是不知道疼, 而是他不怕疼, 他觉得如果正确, 他就会去做的, 会拼了力气去做的, 真宗的天书崇拜运动, 如火如荼, 祸国殃民, 王淡心里是清楚的, 他跟着真宗在走, 可是他没办法了, 他知道这不对, 但是他自己不敢出来挡, 他就是宁可痛苦致死, 也不会抗争的, 那些主流豁不出去,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说,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们也知道谁能做成这个事情, 他们尊重那些愿意为原则而现身的另类, 这就是为什么像扣准这样一个作风另类的人物, 竟然能够对上去, 并且没有在建功立业之前就挂掉,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政治家, 成就了扣准, 凸显了扣准, 那是一个能够容忍这样另类存在的时代, 能够容忍扣准这样的另类存在, 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 扣准的人生传奇, 到这儿呢,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扣准是幸运的, 他出生在大宋王朝刚刚建立之后, 他跟一个新的王朝一同成长, 他19岁重镜时走入官场, 三十岁进入中央领导层, 他得到了太宗和真宗两个皇帝的高度的信任, 他五次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两次拜相, 在太宗朝, 他帮助太宗下定了立太子的决心, 解决了皇位继承的大问题, 在真宗朝, 他协助真宗实现亲征, 禅冤定策, 为宋辽两国人民带来了一百二十年的长久的和平, 最终扣准在真宗晚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 拜伟在流放中结束了他的生命, 扣准的一生大起大落, 直在地, 起落之间可以说都是传奇, 谢谢大家 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故宫, 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朱棣, 一场血腥的政变, 一次英明的迁都, 从燕王到皇帝, 从南京到北京, 风云北京城, 斩千年历史盛摔荣辱, 沧桑大故宫, 藏中华精粹, 于斯为盛, 著名学者严重年, 再度登陵百家奖谈,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一部第一集, 永乐监督。